维兰托之后发表讲话 呼吁维和部队能够与印尼军方联手 共同实施边界管制等问题的军事行动 维和部队曾一再表示不跨过西低温地带 但因地图分歧 印尼军队与维和部队至今仍对东西低温之间的边界问题存在矛盾 为此维兰托希望双方能够合作以减少误会和冲突 第一位遇害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据悉遇害者是一名刚抵达普里什蒂娜的保加利亚籍人